公司联盟我的看法 一个teword我把它换成BitBag 刚刚我们是一个tewordIoT IoT是物联网 物联网大家讲的BitBetaBitBeta 还有什么云端资讯要无线传出这类感的 其实这是什么 这是手段 这是工具 真正的精神在什么 BitBag 因为我要收取产品市场在产品上的资讯 产品在市场上的资讯 所以我需要这些技术 因为这些技术收集很多 我要去分析 但是重要的精神在什么 BitBeta 如果你有个BitBeta没有回过来BitBeta 那你的BitBeta干嘛用 没意义 所以公司收集了很多报告 做了很多事情 重要的精神 你用没有把这些Beta拿来做BitBeta用 好 第二个 Sellusion Sellusion就是CPS 因为Sellusion我们BitBeta回来 就是要解决市场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常在一起谈 好 所以IoT 真正精神是BitBat 所以我们要把收集到Data 转成Information 其实就是说 像刚刚我们那个 姜子姨在讲的 你收集了很多两色的振动Data Data不会告诉我们故事 是工程师你去分析 才会告诉我们故事 对不对 所以Data的收集当然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工具 那更正我们要有工程师 我们要用一个知识去把它转换成有用的资讯 不然股票的价格天天大家都可以看 为什么有人可以赚钱 所以再来BitBat就是回来 然后有解决设计生产的问题 生产制造的问题 那CPS就是在解决RB 设计开发跟生产制造 好 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在刚开始 要做很多的测试 其实测试的关键 这也跟迪董刚刚在分享的 我们有很多的测试的规范 测试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测试 就是Near Standard 或者Ipinter 1 一些规格 那这些测试规范 你看我们国内有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 但是所有测试规范才是一个 产品发展的分配 因为我们都是要做测试规范 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弄到 都为什么会来找我们 因为被国外行商要求说 你要做这个测试的时候那你测试 测试的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所以才会有做 所以Testing很重要 第一个要先要Testing 你才会走到Virtual Testing 才会走分析 所以像我们说今天有在床 有我们公司有说 软底 软底公司 软底公司的价值是 如果你不去推公司们去做前段的Testing的工作 分析软底是没有生意的 因为你要做很多Testing 滑不来 公司滑不来 所以你才要用分析 如果你都没有做那些前面的测试 你都要做分析 不可能 就算有做也是做虚的 所以Virtual Testing 现在就是CAE CAE看来就是做实验验证 所以你只能是要团在一起的 验证完以后 其实有设计验证的事情 有产品验证的事情 跟两个事情都一样 它到最后把PoLent出来以后 最后要做系统设计 那么你就不要做 全能复发系统设计 直接就是钟智藩 但温 trust 結果你可以做响 这就是抗咖证一路 一路 准备 明确